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调查团,我是佳佳 讲起面条,它的历史是非常之悠久的 在我们的中国发源,现在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讲一下这个面条,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面条 好像北京就是榨醬面,四川有淡淡面,而陝西有油搏面 广东最受欢迎的肯定是竹星面 不过这些面条都是在特定的地方有着特定的寿种 但是有一种面,无论是我们国家,从南到北都是非常之受欢迎的 知不知道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即食面 即食面其实我们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消耗国 据统计,每一天就有一亿多包的即食面被打开 而每一秒就有一千三百多人在同时吃即食面 听到这个数字,是不是觉得相当之惊人呢? 据2012年世界即食面协会发布的报告 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为了方便面消费国前三甲 协会发布数据显示 2012年世界共销售一千零一十四亿包的即食面 足够全球每人每个月吃超过一餐的即食面 其中在中国包括香港的销量是达到四百四十亿包 而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即食面产销体的大国 协会表示即食面成为了全球标准食品 即食面是一种既便哲也都美味的食物 不管你身在何方,只要有一般滚水 那就可以甜饱了 即食面既便宜而且好吃,方便保存时间长的特点 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 日常因为工作繁忙又或者出差旅游 身边带着几包即食面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这个即食面亦都评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发明 但是亦都被差评为是十大垃圾食品之一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在即食面的同时 食得又健康又营养的啦 今晚加班又有啥好吃的啊 就怕了,吃吧 吃了泡面还有啥呢 泡面又是这个泡面 这星期都吃了七天了,还吃差 有没有一点心意啊 相信大家平时吃即食面的时候用滚水来冲 或者用锅来煮 但是其实即食面都可以煮出各种各样的美味菜式的 有煎的啦,有炒的啦,有干拌的啦,有凉拌的啦 各种各样的烹调方法琳琳满目 实在令人大看眼界 除了不同的烹调方法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配菜可以令到即食面千变万化 我们都是听听街坊平时是怎么样吃的 你一般会加什么配菜 鸡蛋火腿啊 炒菜吧 鸡蛋啊,火腿餐啊 加炸菜啊 加炸菜啊 哦,加炸菜啊 香肠啊,这些都可以加上去嘛 一些是,呃,虾仁菜谱啊,我也会加上去 看来街坊朋友对于吃即食面呢 都有自己一套的心得 那调查当中我们发现 除了鸡蛋,炸菜,老蛋 火腿腸都是大家心目中即食面的最佳搭配 而火腿腸更加是位居首位 为什么有些朋友在吃即食面的时候 喜欢配搭火腿腸呢 那这个习惯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那有人说,这个即食面再加火腿腸的配搭 简直就是垃圾 再加垃圾就是垃圾之王 那到底这样的配搭是否真的健康呢 其实火腿腸作为一种食用方便 而且味道不错的食物 很多人吃即食面的时候 都喜欢搭一条火腿腸的 于是商家就将这两样东西 大量的捆绑销售 大力失衡,买即食面送火腿腸大速销 于是我们就渐渐觉得 即食食面和火腿腸 简直就是王金搭配 但是这两样东西一起吃 是不是这么健康呢 那个像我们的方便面 火腿腸 里面有很多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呢 就里面有很多纳盐 如果纳盐过高的话 对我们的人体肯定是有害的 首先它会造成一个容易的高水压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容易造成钙流失 造成了骨质疏松 动脉硬化等等的 没多久之前 有多家媒体报道说 台湾一个男子 一日三餐食即食面 导致患上高拳牙 三个月后并发中风导致绝死 这个消息爆出 也都引起了众多人的恐慌 做到不良的饮食习惯 经常吃泡面 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 在台北有一名男子 它就经常一天三顿都吃方便面 由于这个方便面的调味料里面 盐份的含量过高 结果导致高血压 最近中风导致死了 人体消入过量的钠盐 居然有这么大伤害 这样即食面加火腿 这个这么经典的组合 是不是真的会导致我们 消入过多的钠呢 管理科学精神 生活调查团决定 追每一样样品送到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 终于行检测 但 limbic资源 여러분들只是 Minfit 云西衣拿了那个火腿肠 还有那个泡面过来检验那个钠 有没有超标那个结果出来了没有 已经出来了 就放这儿了是吧 那检测结果出现那个数字显示是怎样的 这个伏地厂是0.8克 方便面厂是4.11克 那个方便面就是0.49克 那如果说是按照这个数字这样来看的话 就显示的怎么样呢 按这个事业卫生组织来讲 每人每天收入量是6克 原来市场上卖的即食面 无论是桶装的只是袋装的 每100克的即食面的蜜含量 大多数都是2000红克到2克左右 而不同品牌的火腿肠 每100克的蜜含量 大多数在700至900红克之间 根据卫生部的指南 我个普通居民一日 是只可以吸收6克的蜜盐 有数据显示了 每克的食盐当中 没有400红克的蜜 如果这样推算下去 一条50克的火腿肠 加上100克的即食面 两个搭在一起吃 相当于一顿饭 吃了6克多的蜜盐 所以实验证明了 火腿肠加即食面一起吃 对人体是最不健康的 吃即食面不是那么健康 就是人都知道的了 不过有时候 加班加点 逼圈无奈 无法选择都是要吃 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 在即食面的时候 都可以吃得健康一点呢 专家就结议了 冲即食面的时候 要把第一次冲即食面的汤倒掉 因为这样可以去除油分和食品添加制 即食食面最好就不要打火腿腸 午餐肉这种加工过的肉类 还有鱼鱼肉卷这类的触动食品 有条件的话就打一些新鲜蔬菜 或者鸡蛋一起吃 最好就是不要喝即食面的面汤 之后再吃一些水果 来补充泥生素 看到这里有人说 既然即食面盐分太多 会导致我们烧入腊过量 那我们可以改食挂面 鸡蛋面等等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吃的挂面里面都是含有盐的 上一节我们讲到 去绿即食面会导致我们烧入 盐过量 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那既然即食面是不是那么好 那我们不吃即食面 而改食普通的挂面 难道OK了吧 但是你知不知道 挂面本身都有盐呢 下面我们一一调查 在刚才的调查当中 我们知道 食漬食面会令到我们盐分 涉入过高循然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那有些朋友就说 我就不喜欢食漬食面 不过我喜欢吃挂面 那这个盐分就自己加的 加多加少自己控制 那应该会比较健康了 不过最近就有网友说 挂面当中本身就含有大量的盐分 那如果真的的话 那里面又有多少的盐呢 为了调查面本身是否真的含有盐 我们琪琪先去超市一探究竟 切面、拉面、卷面、挂面 各种风格、各种好吃 超市里面更加是淋浪满目 长短粗细各不同 但是认真地看看 这些面上的配料表 都标注了食用盐 其实是为了令到口感更加之好 而且还可以防腐 但是通常商家在挂面的过程中 都会加入一定量的食用盐 究竟这些面里含入多少盐呢 下面我们买一些回去做个检查 琪琪买了面之后 我们联系到了实用室 开始进行检查了 那到底面本身是不是有盐呢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 华南理工学院 兴工与食品分析检查室这里 我们同时也都在市场上 买了四种不同的面 分别就是鸡蛋面、儿童面 营养高筋面和挂面的 究竟这四种面 在一定量的情况下 盐含量是多少呢 大家好 声明好 我们今天过来就想做一个 就是面的一个检测 前面把的四个瓶子 就是这个相对应的面条 已经做过粉碎了 撕了面粉碎之后 陈老师根据国债标准 取相对应的试剂溶液 摧摧食品的盐成分出来 使用自动电位定滴 而检测仪器 直接显示结果 这样到底结果是怎样呢 陈老师 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几种面条 绿花纳的百分含量就是食盐 加肠面检测出来就是0.31% 鸡蛋挂面是0.11% 额头面也是0.11% 高筋面也是0.31% 检测出四种面条都是有盐的 检测入面放盐的主要目的是 为什么呢 放盐的目的是因为面条容易保存 也容易干不容易潮湿 根据中国居民上市指南 每一个人每一天是需要 2200微克 就是约6克的使用盐 就已经足够了 面条在制作过程当中 已经是放了盐的 甚至还有一些小苏打 一碗的面条 基本上里面含盐量 就超过了四分之一了 建议在这面条的过程当中 就不要再放盐了 特别是方便面里面有一小包 那个盐分的东西 也请不要再加了 专家还提醒我们 好像触动饺子 云吞等等的面食 都存在上述的问题 上届生小时会添加食盐 所以在食用这类食品的时候 最好少点喝汤 通过刚才的实验 我们可以知道 面条本身就含有一定量的盐分 所以在煮面的时候 就不要再加太多的盐了 不然很容易会盐分摄入过高 广州就是小食的天堂 好像鱼蛋牛杂这些 周外都可以随处可见 但是这些食物当中 又会不会含盐过高呢 食在广州这个说话 没有讲假的 无论是广州大街小巷 都是充满着各种的美食 今天为了调查高盐食品 我们文族祖特意来到上下狗步行街 进行取养 我现在就来到了广州有名的上下狗 大家去看看这边 全部都是一些好吃的 事不宜遲 马上去吃东西吧 看到美食当前 琪琪完全忘了赢 鱼蛋 牛杂 生蚝等等 甚至连汤都喝了 完全是一个喂食之人 难道你忘记了是来做节目的? 是的 忘记了今天是来做节目的 哈哈 大家看看我已经买了这么多好吃的了 下面我们拿去找检测老师 哇 好香啊 这些就是刚才琪琪在美食家 买回来的牛杂 牛肉丸和鱼丸 下面都要继续麻烦我们的 陈老师和我们检测一下 陈老师用检测面盐份的方法 去检测街边的小食的盐份含量 结果是怎么样呢? 鱼丸里的那个汤中的含量量就是1.77 牛杂中的汤那个含量量就是1.65 小食虽然好吃 但是还要注意控制自己的口味 吃了小食之后感觉口干 最好是喝纯净水 避免饮容汽水 如果不是就会越饮越渴的了 控制和减少饮食中的纳含量 每年可以挽回数千心脏病人和中风病人的生命 还可以自省天文数字的医疗费用 这些高盐食品我们随处可见 但是只要我们稍加留针 都是可以避免的 下面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哪些是高盐食品 真是不讲不知道 一讲下一条 在我们身边原来有这么多高盐的食品 好像一杯16盎司的混合咖啡 当中就含有220毫克的盐 如果你不想摄入这么多的盐 就可以将混合咖啡 换成冰咖啡 因为冰咖啡只是含有30毫克的盐 而我们好像平时吃的披萨 一块正常尺寸 里面就含有600毫克的盐 如果你不想摄入这么多盐 就可以吃些多蔬菜的披萨 而且也不要吃得太贫乏 每一次吃两块就好了 而且在吃完这个披萨之后 会不会经常觉得很口渴 有些朋友可能以为是当中的芝士作怪 但有一样东西你可能会忽略了 就是当中的番茄醬 其实还有另一样东西想不到的高盐食物 就是番茄醬 往食物里加四分一杯的番茄醬 这样你就会多涉入410毫克的盐 再说我们平时都会喝的运动饮料 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 就可能含有252毫克的链 有人就觉得 我喝果蔬汁总是健康了吧 其实有些果蔬汁为了增加风味 在加工过程中会加盐 一瓶可能就含有162毫克的链 而到目前我国每人每日的盐涮量 就在15-20毫克之间 是远远超出了国家标准的6毫克 每人每日的量 为何我们笑入的盐温度这么高呢 因为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隐形盐 顾名思义 即是除了我们平时炒菜煮饭所用 和品尝到的盐之内 不知不觉甚至是防不升防 就试入到身体的盐 所以就叫做隐形盐了 即是活到老 学到老 我这么大的女儿 现在才知道有隐形盐这件事 那问题就来了 我们身边到底有什么常见的食物 是会存在隐形盐呢 那针对这个问题 琪琪就列出了五样食物 做到一个街头的调查了 作为调查的 我真的觉得很惭愧 因为直到现在 我才知道有隐形盐这回事 不过我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 所以今天决定图大家好好了解一下 哪些食物含有隐形盐 我现在手上拿着一块板 上面写着有五种常见的食物 分别有白面包 柠檬甲心饼干 麦片 紫菜和醋 现在我就去问问街坊 看看他们认为 这五种常见的食物 盐含量的高低排序是怎样的 麻烦你在这里标上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你为什么会觉得 第一把面包是最高的 面包里面有些都要给盐 为什么会觉得紫菜是最高的 紫菜痕 我想问你为什么会这样排序 自己扔过水 刚才的采访当中 街坊就把这五种食品的盐含量 做了一个排序 究竟他们排序的顺序是否正好 今天也要邀请我们的陈老师 对这五种食品做个检测 看看整个探案是怎样的 老师我们现在结果是怎样的 现在我们做了几种食品上 就是引擎盐的鸡葱燕麦片 它是0.092小平方的面包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片面包 它里面的含量量是1.12% 苏打夹心饼干1.1%左右 做的含量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它是0.002%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盐含量 从高到低的排序 是紫菜、白面包、梳打夹心饼 和即葱麦片和埋葱 看完这个常见食物的盐含量 排行榜之后 我不禁都客气了一条 原来我们不知不觉间 吃了这么多的盐落土 好像除了我们自动添加的盐之外 食物当中本身就含有一定量的盐 我们就是成年人 对盐就会有一定的自制能力 因为知道吃得多会不好 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 他们就很喜欢吃零食 那又会不会盐含量 那我们就一起派出了同事琪琪去其中一间鱿鱼园 进行调查了 我现在就在鱿鱼园的大班 下面我们来做个调查了 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琪琪姐姐 大家好 琪琪姐姐姐好 你们都喜欢吃零食吗 喜欢吃零食吗 喜欢吃零食 你们都喜欢吃些什么样的零食啊 我喜欢吃饼干 我喜欢吃薯条和薯片 巧克力 我喜欢吃饼干 你呢 我喜欢吃饼干 那平常是你们自己买的零食 还是爸爸妈妈给你买的 爸爸妈妈给你买的 琪琪姐姐手上拿着有红鲜 等一下这里会放一些零食 你们就用这个红鲜 给你们最喜欢的零食投个票好不好 好 那我现在就会为小朋友一个样化一个红心 等会他们就会为他自己最喜欢的零食投票 还有你的小朋友没有的 好 好 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开始投票了 最喜欢吃零食 喜欢吃零食是小朋友的天性来的 看到我们带来的五种零食 他们都非常认真对待 还有一位小朋友 十分九结是选哪个才好 今天一个人是有二十位小朋友进行了投票的 投票结果也都非常明显了 第一种和第二种的食品是相对来说比较受欢迎的 第一种是七票 第二种是八票 也就是第二种食品是最受小朋友欢迎的 他们的陷害量是多少呢 下面我们拿去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在节目的开始 琪琪和大家说了 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 经常我会自己去研究一些东西 或者去调查一些东西 或者做实验检测 今期的节目当中 节目组对琪琪特别之好 满足了琪琪的所有好奇心 一次过做了很多的检测 下面还要检测这两样东西 这两样东西 相信大家都记得 就是在刚才的幼儿园大班小朋友当中 投票选出来的冠军和亚军 下面依然有请我们高大英俊的陈老师 来检测他们的严陷量到底是多少 陈老师那零食的检测结果是怎样呢 有出来了 就通常我们有两种零食 就是那个小朋友比较喜欢吃的 他含量量一般是6.5到7左右 这个就是在很多食品当中 就是含量量比较就偏高的 很多人认为高血压是中老年人的专利 其实儿童也容易得高血压 调查显示小儿高血压的发病率 是1%到2.3% 肥胖是导致儿童高血压的主要原因 这个饮食也不注意 运动也少 那么就是容易得血压增加这个问题 根据统计 儿童患上谷血压越来越多 而这些儿童在婴儿时期 大多数是吃过咸的食品 过咸的食品导致血压增高 淋起水肿 另外小朋友食不过多 还会导致上呼吸度感染的有因 所以家长朋友 在被小朋友买零食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看看包装上面的成分表 柴米油盐醬醋茶 每一样都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好像盐也是每一餐饭都要用到 吃多了不好 吃少了也不好 所以在用的时候就要掌握一个度 以往我们在别人口中听到高血压 多数会想到是老人家 但是现在的社会高血压 越来越出年轻化 最新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当中 后生小孩的患者已经占了百分之三十四 饮食过行除了会导致血压增高 胃炎胃炎 还可以令人加重心臟负担 触发心力衰竭 出现全身浮肿和腹水 患有神炎和肝硬化的人 也会因为过度咸食而加重水肿 看来我们真的应该将炎的吸入量控制起身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街坊朋友在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疑难问题呢 欢迎搏架报料热线和我们报料 又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或者是微博公众账号的时候 和我们报料 我们一定会竭尽所能为大家找出真相 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拜拜